你好,欢迎您走进Mate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讲的主题是MariaDB数据库的访问 介绍用Python语言来访问MariaDB数据库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MariaDB数据库 MariaDB数据库是一个开源的数据库 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它 它是MySQL Server的一个分支 由MySQL Server的原作者开发 它可以在多个平台下运行 包括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 以及Linux、Unix等系统平台下均可以运行 而且它采用的是VS模式 也就是客户端、服务器的模式 与我们前面介绍的Circulate数据库方式不同 Circulate数据库它不存在客户端、服务器端的这种模式 在客户端可以使用TCP IP协议连接到MySQL Server服务器 也就是说服务器和客户端可以在不同的网络 或者说不同的机器上都可以 对于这种数据库 它具有丰富的编程接口 它可以使用常见的语言 比如.net、C++、CG等语言 来访问它 而且它使用标准的Circulate数据语言形式 这就是MirrorDB数据库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数据库环境的建立 也就是如何在我们机器上搭建MirrorDB数据库开发环境 首先要建立MirrorDB数据库的开发环境 要下载压缩包并且减压 当然我们在下载的时候 要认清对应的操作系统版本 如果你是Windows操作系统 你应该下载对应的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 还要分清是32位的和64位的版本 如果你在Linux系统下 也应该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版本 这里我们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为例 当我们下载完以后 需要将这个压缩包解压 我这里已经下载了一个MirrorDB的版本 而且将它解压到了D盘MirrorDB这个目录中 当我们下载完以后 可以复制数据库目录下的一个配置文件 到这个文件中 一共我们在启动数据库的时候提供配置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用其他的默认配置文件 比如在这里面有MyHuge和MyLargeMySmall等等 我这里面以MyLarge这个文件为基础 然后直接将它复制过来 当我们复制完以后 就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下 直接启动数据库了 首先我们来看在命令提示符下 启动数据库 直接进入我的数据库的目录 然后使用 并这个目录下的 MySecurity这个应用程序来启动数据库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通过控制台的方式来进行启动 而没有将它安装成为服务 当我们敲回车的时候 我们看到下面出现了一些英文字符 最后表最后显示 这个数据库已经启动了 就是准备连接 而且它的端口为3306 也是MySQL Server的默认端口 当数据库服务器启动以后 还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来修改数据库的密码 比如我们将它修改成为123456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启动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 然后呢 仍然要进入这个目录中 使用命令目录下的 MySQL Element 所以这个地方 由于我原来的数据库有密码 所以呢 我们使用-p 当我们修改密码的时候 输入了原来的旧密码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修改密码的命令 这样呢 我们首先输入旧密码 然后呢 输入新的密码 再确认一次 这样呢 这个数据库的密码 就被我们修改成为 当前的123456 如果你是刚开始建立的数据库 可能呢 是不存在密码 所以呢 这个-p的选项 可以不加 那么这样呢 数据库的密码 就已经被我修改成为了 指定的密码 123456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建立了数据库的开发环境 当然 你还可以将这个数据库 以服务的形式进行安装 安装的命令 就是使用mysqd 这个可制性文件 后面跟上install 然后呢 再跟上服务的名称 比如我们直接用marydb 那么这样呢 这个命令运行完以后 这个数据库 已经安装成为 windows操作系统的服务 它呢 会随系统的启动而启动 当然 我们执行这个命令 第一次 安装成服务以后 这个marydb 这个服务并不会被启动 我们需要立即启动它时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就是netstart 后面跟上marydb 这样呢 就可以启动这个数据库了 这两种方式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当然呢 由于这里面是开发环境 可能我有时候 在启动操作系统时 不需要启动这个数据库的服务环境 因此 我们使用在命令提示服务下 直接启动数据库 下面我们来看 使用python访问marydb数据库 它的第三方库有哪写 那么第三方库呢 比较多 但是呢 随着python版本的演进 目前呢 已经到了python3.x版本 所以呢 有的第三方库呢 只支持2.x版本 我们常用的3.x版本 可以有pyMySQL 和MySQLPython 以及MySQL的官方连接库 这里我们介绍使用MySQL ConnectPython 也就是MySQL的官方连接库 这个呢 我们可以到官方连接库去下载 MSI安装包 然后呢 运行 一路next的下去 就可以将第三方库 安装到你的计算机上了 当你安装完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在交互式环境下 来检查你的安装是否成功 一般呢 检查的方法就是 首先启动这个交互式环境 直接呢 用importMySQL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导入成功 那么也就代表 这个第三方库呢 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查看 安装的版本 首先我们导入 MySQL Connect 然后通过MySQL Connect 模块中的 模块中的变量 可以看到 我们安装的是 2.03的版本 当然 我们安装这个 第三方库 还可以使用 Pipe的安装工具 来进行安装 安装它的方法 就是首先要在 首先要以管理员的方式 来启动命令提示符 然后呢 我们输入命令 PipeInstall 注意它的名称是 MySQL 后面跟上connect 然后后面跟上Python 这是它的名称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呢 它会提示 这个安装呢 已经完成 那么这就是 第三方库的 安装方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MySQL这个模块 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 连接 MariaDB数据库 首先 我们看如何连接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的方法 就是 使用MySQL Connect 模块当中的 Connect这个函数 来完成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 它的参数 主要有 我们要连接的 这个数据库的 用户名 是什么 密码是什么 由于 MariaDB数据库 在连接的时候 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呢 参数里面 必须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其次是 你所连接的 数据库服务器的 储机地址 由于我们这里面呢 是 本机 所以呢 储机地址 我们可以使用 LocalFost 那就代表呢 当前的 本地主题 如果你是 局域网中 或互联网上的 某一台机器 那么这个地址 就要修改成为 那台机器的地址 其次是要跟上 数据库的名称 也就是你访问的 这个是哪一个数据库 那么这是 这个函数的参数 当我们为 这个函数提供一些参数 它能够正确地连接到 MariaDB数据库以后 它就会返回一个 连接对象 和我们在 Python数据库 应用程序接口中 介绍的一样 它也是一个 连接对象 当我们连接数据库 发生异常的时候 就会抛出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呢 就是MySQL Connect 下面的 Error 这个异常 当然 我们在使用 这个连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 连接对象 来切换数据库 所谓切换数据库 就是本来你访问的是 数据库A 然后呢 我们要访问 数据库B 此时呢 我们就要用 连接对象的 Data Base 这个 属性 将它修改成为 新的数据库名称 就可以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和我们前面介绍的 Circulite 3 那个数据库 连接方式不同的是 在MirrorDB 这个数据库中 Circul查询语句中的 暂位符 是百分号S 那么因此 我们如果使用 参数化查询的时候 一定要将 那里面的 符号进行修改 当然 在MirrorDB 数据库中 还支持 这种形式的 暂位符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 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使用 这种形式的 暂位符 进行参数化查询的时候 应该以字典的方式 一共参数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使用Python 来实现对MirrorDB 数据库的 Cirud的操作 首先我们看 符合PythonDB API 2.0标准的 数据库访问程序的 实行演示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 Python的 数据库 应用程序接口 2.0标准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写过一个 通用的查询程序 首先我们打开它 我们的MirrorDB数据库的 模块 然后这个数据库的 名称 由于连接Circline 3 我们只要提供 数据库的名称 就可以了 而且呢 它的服务器和客户端 是在同一台机器上的 所以呢 它的参数比较少 只有一个文件名 或者是呢 在内存中 这个特殊的字符看 而对于 MySecureServer来说 我们需要的参数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将它修改成为 一个字典的形式 将原来的 注意料 以字典的形式 我们要访问的主机 是本地主机 要访问的端口 是3306 也就是默认端口 使用的用户名 是root 这个地方用引号引起来 使用的密码是我们刚刚修改的密码 也就是123456 我们所连接的数据库 它的名称为pest 保存这个程序 由于这个dbnam 已经被我们修改成为一个字典 所以呢 需要将这里面的连接 凡数的参数提供方式进行修改 修改成为将这个字典 进行拆解为关键的参数 当然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程序 在sqlite3下面也可以运行的话 我们仍然需要将这个dbnam 也要进行修改 改成字典的形式 这样呢 当我们使用sqlite3的时候 也可以工作 使用mysqlite3或者mysqlite3 或者mysqlite3都可以工作的 我们保存这两个程序 然后运行它 可以看到 下面呢 是一些输入和输出 那么这样呢 这个数据库访问是成功的 因此 对于符合python的数据库 应用程序接口标准的程序 我们在修改它的后台数据库时 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修改这个dbnam这个字典 就可以了 当然 这里的访问方式 是以非参数的形式来进行访问的 也就是全部采用sqlite3的字符串 来进行了 下面我们来写一个 以参数的形式来访问 mysqlite3的数据库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让它保存 使用第三方库来访问mysqlite3的数据库 当然我们首先要导入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使用一个 mysqlite3模块中的connect模块 直接从这里面导入 导入这个连接函数 connect就可以了 然后呢 依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数据库的连接方法 首先呢 建立数据库连接 我们仍然先定义数据库的连接参数 比如主机 是本机 数据库的连接参数据库 它的名称 我们让一个test 然后呢 用户名是root 密码 是123456 然后我们在连接的时候 就直接调用 connect函数来获取连接 我们将这个字典拆解成为关键的参数 提供给connect函数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连接对象来获取 游标对象 到我们建立游标以后 就可以利用游标来查询数据库 现在呢 我们演示一下 利用游标来通过参数化的方式来进行查询 这样呢 我们查询呢 仍然是刚才的数据库 这个test当中的表 由于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已经建立了这张表 并且呢 插入了相关的数据 现在呢 我们仍然用这张表 来执行参数化的查询事例 与我们前面使用 seculite3不同 seculite3这个数据库中 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它的站位幅是问号 我们这里面呢 要将问号改成百分号S 比如 我们需要向这张表中 来插入一些 一行数据 我将这个界面调整一下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对照它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首先 我们要参数化的插入数据 这个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之前 我们定义一个一行数据 比如我们指定它的ID号为5 它的名称为 秦峰 这是首先定义数据 然后呢 我们调用游标对象的 actitude方法 来自行参数化查询 使用的 secule查询语句是insert 插入的表格的名字是 general table 我们看一下它的联名 我们看一下它的联名 我将这个联名 复制过来 对这里面的站位服务 我们要将它修改成为 百分号s 这里面有三个参数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数据作为参数 一共给它 执行完以后 我们来查询这个数据库 当然利用游标对象的 execute方法 从general table当中来查询数据 查询完以后 我们要输出它 当然我们仍然使用 便利的方式来进行 便利游标 然后呢 直接输出 每一行数据 然后呢 我们关闭连接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我们插入了新的一行 这就是使用参数化的插入数据 当然我们需要参数化的修改数据 以及查询数据等等 都是相同的 下面我们依次演示 还用参数的方法 来修改数据库中的数据 删除数据库中的数据 以及查询数据库中的数据 比如我们首先要修改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 首先我们输出了相关的信息 仍然调用游标的AQQ的方法 来自行 使用update 是个插询语据 那我们将 刚刚的这个插入的数据 清方 它的地址进行修改 暂位幅用s 再次使用暂位幅 下面我们提供了参数 然后呢 它的ID号为5 就是我们刚刚插入的这个5 修改完以后 我们同样的查询所有的数据 然后呢 将它输出 来查看 然后呢 我们再使用参数了的方式来查询数据 我们首先输出查询数据的信息 同样要用游标的AQQ的方法 比如我们要查询 上语符用s 查询的是ID号为5的 这行记录 查询完以后 我们仍然就要用这个语句来进行输出 不止它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删除数据 就是将我们刚刚插入的这个数据进行删除 这行我们不需要查询所有的数据 只有我们刚刚已经查询了一次 删除数据 就要用游标的方法 删除卡的ID号为5的这个数据行 删除完以后我们再次调用查询 显示出所有的数据 显示出所有的数据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这个地方提示说明有一个查询的语法错误 那么也就是对应这个位置的 没有提供列的名称 再次保存运行 可以看到这次呢 成功运行了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是插入数据 插入完以后 多出了一个数据行 也就是ID号为5的这个数据行 然后呢 我们修改它的 WestZone为EastZone 也就是修改获得成功 当我们参数化查询的时候 我们看ID号为1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记录被查询到 当我们删除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刚刚插入的数据没了 也就是这个数据行是没了 那么注意这个位置 我们刚刚呢 如果需要 执行完这些查询以后 需要提交到表的话 我们必须要调用 连接对象的commit方法 否则的话 可能呢 你刚刚的这些操作 比如说你插入了数据 或者修改了数据 它没有提交到 没有提交事物 这样呢 不会在表中保存 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操作 下面我们再看一种 使用另外一种 站位扶行式的操作方法 我们将这个语句行 进行复制 数据到原来的一种参数的方式 就是给这个参数起一个名称 在百分之后 中间加一个名字 比如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的是 卡的ID 我们这个地方 名称就给它起为卡的ID 然后呢 我们在提供参数的时候 采用的是字典的方式来提供 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这种形式的站位服务 来进行参数化查询 保存它 运行它 可以看到 其结果是一样的 本讲视频主要介绍 使用Python来访问MirrorDB数据库 包括数据库的简介 以及数据库环境的建立 第三方库的安装 MySQL模块的简介 以及如何实现CRUD 那么这节课的作业是 尝试在自己的计算机上 建立MirrorDB开发库 开发环境 并安装相应的连接库 第二 使用参数化查询的方式 建立一张表 并实现CRUD操作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